一定是很不好的 所以皇帝看到這樣子的 我們從元代的元札記 這個王志遠的漢宮邱裡面 我們已經看到了 他這個故事把它說成說 王元寿要求 王元寿這個 告訴太元帝說 王帝本來就應該 故宮有很多家裡 所以要刷險天下之美麗 刷險天下之美麗 我就把你畫索一點 王兆金不給他寫了 所以毛元寿就把他畫索了 知道了後來 王兆金在深宮那邊彈笛爬 才不期然的被 判岩帝聽到枝巴聲 找到了這個王兆金 這個時候 這個毛元寿這樣 犯了七斤罪 所以判岩帝要將毛元寿 下亮的圖畫 判岩帝發兵 看岩帝不得已之後 把刷金送到匈奴去 可是他這個故事件 因為一人獨唱的戲劇 也就是一人獨唱道理 典型的這個獨角戲 而岩帝當作一個 物化的東西 被當作一種禮物 一種好像很珍貴的禮物 一種很漂亮的禮物 可以把它送給別人 作為政治上的某些 這個條件的交換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刷金的這個個性 就完全沒有展現出來 那麼一直到了 零代的這個 和隆系 這個青桶系 事實上也是 程系這條線在發展 只不過呢 他們就增加了 這個故事情節 就增加了更多 包括王刷金加了家世背景 包括王刷金還有一個媚眼 也長得很漂亮 然後整整的這些情況 那麼都不再後來的 細細巧克力慢慢出現 那麼還曾經說到 王刷金去和歡 是王刷金自己自厭的 等等這些情況呢 那我們知道說 同樣一個故事 在不同時代發展 那麼不同時代 會賦予它不同的意義 不同的解讀 那麼王刷金這樣一個和歡 一個簡單的 他被當 送作禮物 當作政治籌碼的一個人 因為去年 我曾經辦過一場 這個表演 辦過一場音樂會 我是就在 在這個國家音樂廳的演藝 來辦這場 這個演奏會 那我招金為主題 我是把它設定在 以閩南的這個招金樂曲 就是閩南 雖然離這個善遠 相當的遙遠 可是招金故事 流行在全中國各地 在閩南地區 也有很多的招金故事 那我是設定在 以閩南的這個招金樂曲 作為這個探討的對象 所以辦了一場這樣 也有點探討性的一場 金凱莉教授 那麼來跟我們談 這個王刷金 也希望各位由這個招金故事 在不同時代的演變 所不同時代的演變 所不同時代的演變 先來聽我的演講 表示感謝 第二天要謝謝 李教授 他幫了我很大的忙 因為我原來的Paper裡邊 我講得那麼有趣 所以我不必再講 那謝謝 那開始正式 我是從幾方面來講到這個文幕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沙士比亞學 就是學習沙士比亞的一些歐洲跟美國的學者 最近也在對看情 而且對編輯之中 他的意識性態怎麼受到影響 就是沙士比亞的戲劇原來的意識性態 怎麼會受到那個編輯進貨的一些影響 所以我第一是從美國歐洲的學習文學的一些學者 第二是在美國報紙 或者不是報紙 發現也是發表了一些文章 或者是中文的文章 他對明末進作者 進行研究 所以就剛好在明末 尤其是在江南那一帶 就是那個中國南方 有從來為有貨的數量多